是不是您和他发生了什么误会 其实这事告诉你也没关系 而且我觉得这事跟他也没多大关系 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你记不记得你结婚之前 给我寄过一万块钱啊 我给您寄过一万块钱 我没怎么花 所以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那天黎叔来跟我借钱 我看他挺可怜的 我就把这些日子 你给我的那些零用钱也凑了凑 凑了一万块钱我就借给他了 你看 这是他给我的借条 好 你可真是 华盛 你不会也这么在乎这一万块钱吧 来 你看看 这儿写得清清楚楚的 他连本带利会一起还给我的 妈 那一万块钱根本就不是我给您寄的 那是谁寄的 肯定是阿梅啊 您现在又把他借给了黎叔 这怎么回事 你赶紧跟我说说清楚 我 怎么回事 阿梅 阿梅吐了 这什么回事 快 不能这么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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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坐会儿 没事吧 这 这 这怀孕的 这也不告诉我一声 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赶紧给倒杯水去吧 好点了吧 安美啊 谢谢你给我寄了那一万块钱 等黎叔还了钱 我马上推给你 妈 我怕 怕什么 怕生孩子 不用害怕 妈是过来人 这女人啊 都得遭了这份罪 都怪你 就让你让我那么难受的 身体难受不要紧 心里不难受就好了 走 咱们进屋床上躺着去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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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回去休息 妈 那钱是您的 您随便怎么花 好 好好好 快 走 走 妈 你睡吧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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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是谁了 您是蔡老板 好眼力好眼力 幸会幸会 来来来我们那边走 不用客气 蔡老板 您说您光下订单不付加工费 我们现在垫不起资金了 这个很简单呀 只要你把货拿出来 质量合格 我自然会把剩下的百分之五十的加工费 付给你 您是说 您已经付过百分之五十的加工费了 对啊 你看一下 这是罗老板的收条 一共五万块 你看清楚了 来来来 来来 我们出去说 来来来 为什么去那边说 这事啊 不能让我冷知道 来你走 为什么不能让你老公知道 反正你先别说鼻子 来来来来我们出去说 什么意思 你就别办那么多了 赶快走赶快走 怎么回事啊 抱一下 我为什么要抱你 你抱我一下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告诉你啊 一定要暗期完成 干什么的 他谁 我一个过去的朋友啊 他还向我求婚他的 求婚 你你没告诉他你有老公啊 我跟他失望了 可他非得找他 不找他有情有报的 我那样做的话 他就要跟你决斗 决斗 我不怕决斗 你不怕我还怕呢 万一你死了怎么办 行了行了啊 咱们有钱了 你赶快去新货 只有多新货呀 多加红树尼龙船 我们才能卖钱 只有卖钱呢 我们才能救自己啊 救自己 你什么意思啊 啊 你只有多卖树尼龙船 我们才能救自己啊 对吧 这个考语很有特色的 是老板从单家人学来的 我现在吃什么都没味 什么呢 不是因为你见到这个老同学 搞了胃口吧 和你没有关系 我是在为我那一千张尼龙床担心吧 我付了一半的加工费 今天我去看加工的节目 这尼龙床倒是还在加工着 可是和我亲和龙的那个老板 已经走了 接手的是他妹妹和妹夫 是 没什么不正常 他妹妹并不知道 我付了一半的加工费 我告诉他 他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 阻止我告诉他老公 什么样的方式 又是轻又是报道 最后还把我推出了院门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很不正常 你有必要让他的老公 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宝龙 你好 你好 欢迎你带着朋友来 给我捧场 我的爸爸是你的抢客 我和他生活在一起 必须习惯吃考鱼 来 介绍一下 这是从新加坡来的蔡老板 这位是面馆的老板 刘华生先生 我的爸爸的朋友 幸会 蔡老板 你好 你好 欢迎你以后常来 恭喜发财 爸 你离开澳门 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你也应该知道 那郑南就跟神经病一样 想出一出是一出啊 不是爬山就是潜水 没事就打高尔夫球 你让我怎么 他去干什么我不管 你离开澳门 必须经过我的批准 因为你不仅是我的儿子 还是我的下属 作为公司董事长 我必须知道自己的下属 在干什么和在哪里 是 本来我是想跟您说的 可正难说 周末了 我们有休息的权利吗 周末也不能例外 知道了 嗯 你妹妹要从英国回来了 让她接你的唱片公司 你到总公司来做事 我来做什么呀 先做我的特别助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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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是老总 至少也应该是副总吧 你做事总是不让我放心 想当副总 得拿出业绩来 爸 我最近做的不是挺好的吗 那尼龙床加工厂的老板 就答应我 三天之内就搬走 现在应该已经搬走了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 罗康说三天就搬走 可实际上 他把加工厂转给了黎叔 那个姓黎的跑到我这儿来 让我投资入股 在那家工厂加工生产尼龙床 这 这怎么可能呢这 我说话你最好相信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我没必要骗你 去查查清楚 到底怎么回这儿 是 老林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给我听清楚了 罗康收了我的搬签费 所以你们必须得给我搬走 罗康是谁 我们不认识他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 他是家工厂的承包人 你们能不知道他是谁吗 这个厂子是罗康交给我们的 但 但是他走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说呀 是啊 你把钱给罗康了 你找他去啊 你关我们什么事啊 你给我犯回什么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老娘还不吃你这趟 吐什么鸟 我打你 我打你 我他妈踹一下 你给我 倒他妈哭开 起来 起来 殴打一个可以做你父亲的人 你眼神吓得去什么 死去吧你的花生 老龙 老龙 游戏 你给我 留下槍 李小仔多管闲事是吧 李小仔多管闲事是吧 你 算了 好 好 你们都给我等着 走 看看 胡总 我们就这样走 就算把澳门翻个个 也得把姓罗子给我找出来 我们走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要钱 昨天你向我妈妈借了一万块钱 我希望你还我 我现在没有钱 那些钱我都进货了 你要是要的话 那就拿货吧 我告诉你 我的钱你可以补了 但这一万块钱你必须还 而且你最好想清楚 怎么还 我是来拿货的 你现在加工出来多少 我要全部拿走 你 你以后是谁啊 我是订货的蔡老板啊 你不是她的情人吗 谁是她的情人哪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蔡老板 你在我这儿订了一千张的理工房 你怎么不付订金哪 老李 你先别提这事 我告诉你们啊 我已经付了百分之五十的加工费 给了那个罗老板 一共是五万块 我不管你们跟刚才那几个人有什么瓜葛 你们必须在合同期限内 把一千张柠檬草给我加工出来 我明白了 那钱是不是让你哥给君子 你马上给我把她找出来 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她呀 我不管你上哪儿去找 快来救火呀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老李 你快去呀老李 我上哪儿去找人哪 快来人救火呀 快来人救火呀 有呀 快来人救火呀 快来人救火 救火 tá opportunities 是什么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生 你找谁啊 我找这家工厂的老板 我委托他们架工凝炉床的 他们该给我个交代啊 人呢 人呢 我跟这边工人打听了 老板早就跑了 什么 先生 先生 你总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最彻底的办法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 你马上给我离开澳门 去大马 香港 新加坡 哪儿都行 走 又不是我亲自放的火 干嘛要走 因为你白天去了加工厂 还跟人家吵了一架 晚上就着火了 连傻瓜都会把两件事情 往一块想 何况警察又不是傻瓜 那好吧 我马上就走 马上走 走 好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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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走 我现在难受的不仅仅是钱 钱没有了可以去赚 关键是我的信誉被毁掉了 如果这次我不能碍事的交货 就会被列入供货上的黑名单 从此生达名裂 在新加坡我不可能再有立足之地了 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才说总会有办法 现在最重要是身体要紧 不要悲伤过他 现在 唯一和这件事情有点联系的 那个人就是刘建面馆的刘老板 他的母亲曾经借给 那个叫黎叔的一万块钱 我估计 你也和我的加工费一样了 化成灰烬了 好 我替你去找找他 看他有没有办法把你钱追回来 不是追钱的事情 是问问他能不能把这个尼龙床帮忙给加工出来 我现在要的是尼龙床不是钱 才想他开的是面馆 我知道 我知道他开的是面馆 可他给我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 包罗 就算我求求你 就算是救我一命 我 好好 没关系 你好好休息吧 我去叫这个无所不能的人好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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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见过我跟别人动武 所以他就认为会武术的人就是 无所不能的人 包罗 其实这只是一种幻想 所以你赶紧回去告诉他 让他找别人 咱们可千万别耽误人家的生意 好吧 我去告诉他 不过我相信他会非常失望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无所不能的 好 去 所以 爸 当你的新加坡朋友来吃饭 我会想告诉Rose 让她有时间准备 让我给我们的医院 爸 他现在在医院 那些公司 他在医院里面 他在医院里面 哇 但你以为你用你的名字帮助? 我会是政府工作的。 我只能做正事。 我只能做出他的事。 在这个商店里面的工作。 他们联系他,现在他认为他在任何人家里面。 我朋友,他很笨。 他会常常变成了一种可能的。 我会访问他,他不担心。 我去帮忙 六 让经营面馆的去搞尼龙床 这听上去很荒唐 可为什么不试试呢 雷斯先生 既然很荒唐 为什么还要去试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我马上就要当父亲 当父亲的感觉一定很美 你很满足 是 我的朋友这很要命 你很年轻也很厉害 是一个可以当将军的士兵 你的签面还有很多账要打 现在就想放下武器 这个念头不妙 你可以不搞尼龙床 胆不可以置经营面馆 你应该去做一些 让你的孩子骄傲的事 戈麦斯先生 你这么看好我们 是的 是的 六 这里已经争场经营了 不需要你坐镇之回 离开这里 去做其他的事 有挑战意义的事 永远不要听下来 使战士就不要停止冲锋 你能做成许多事情 相信我的严谨 我已培养出九个将军 希望你能成为第十个 你虽然不穿军装 但是你一定能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谢谢你跟麦斯先生 我不得不承认 你再一次点燃了我 也许你说得没错 我真的不应该仅仅就待在这儿 这样吧 我决定 专门考一条鱼送给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刘老板 怎么成这样呢 失火了 全烧了 刘老板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想大听一下 假如有足够的资金 生产一千张尼龙床 需要多少天 不计成本吗 可以不计 那一天就够了 一天 刘老板过来了 你别听他吹牛了一天 怎么可能 我吹什么牛了呢 刘老板不说了吗 不计成本 澳门有那么多加工运动床的 什么叫不计成本 花钱去买一千张 肯定没问题的了 那如果 我去统一采购原料 交给你们总的生产 这需要多少天 那看你怎么做 还是拿工钱 还是拿那个提成 按时间最短的算 当然是拿提成喽 提多少 一张床二十块 按成本的话 有三十块钱的原料费 这样加到一起的话 是五十块钱 我可以保证在十天之内 给你把货交集 你别作梦了 二十块 刘老板怎么给你 二十块那么高呢 行 我答应你 真的吗刘老板 真的 不过 你们必须按照 我们约定好的时间 就完成任务 来 来 怎么样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我付不起钱啊 就按你跟罗康谈定了价格 我和罗康谈定的价格 是每张床一百块钱的加工费 但是我已经付给他五十块钱了 我现在只能出得起五十块钱的加工费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成交 成交 按这张床的指量吗 按纸 按量 按期交互 你们老板 你 你可救了我了 你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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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板 蔡老板不能这样 那好 既然这么定我 我就抓你身上回座 好好好 我马上给你签合同 那 那就拜托你了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好 你没顾吗 好好好 起来啦 好 又等了我不吃了 妈呢 屋里 快听听 快 来 没折腾你吧 没有 他不敢 不敢 嗯 你打了屁股了 他今天可乖了 他知道我要照顾奶奶 所以就不闹了 妈怎么了 一天了 一天了 不吃不喝的呗 生病了 心病 加工厂失火的事被他知道了 拉着我就去找黎叔 可他出了一堆废息什么都没有 好 妈找的不是黎叔 她找的是她那一半块钱 面前 妈看得很重的 她不仅仅是钱 这里边有我对你的感情 还有对她老人家的孝心 你还挺会说的 我还会做呢 从加工厂回来呀 就一直劝啊劝 劝到现在也没劝好 孩子不吃不喝 妈 我想跟您说件事 我打算暂时放弃面馆的经营 把黎叔那个蓝摊子接过来 你说什么呢 放弃面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 完了你再把黎叔的烂摊子接过来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让你过来劝妈妈吃饭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她说的不是真的 是真的妈 我是认真的 我看这场火啊 把你们两个都烧病了 华盛病得比你还严重 脑子坏掉彻底疯了你 阿梅 我说暂时放弃面馆的经营 又不是放弃面馆 面馆还是我们的 只不过就是换一个人经营 你要换谁啊 她不但有精湛的手艺 而且面馆还是她和阿坚 唯一的落脚之处 她不会不进心 另外这段时间我坐在办公室里 心里边常常感到发闷 后来我想明白了 我不能安逸宣装 去干吧 大不了回家种地去 妈 华盛已经疯了你还鼓励她 而且 用戈麦斯将军的话来说 我还要做一名 真正的不穿军服的将军 您听见没有 您听她说什么了吗 这是正常人说的话吗 说什么呢你 你还真以为我疯了 疯了的人不会承认自己 真的疯掉了 一会儿回屋给你算账 李朗 好了好了 你们俩呀 都赶紧回屋去吧 别在我这折腾了 等你一会儿吃口饭 好 好 对 对 好 谢谢 别动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您看我 盛 盛哥 阿建 怎么样 学得还可以吧 行 我 我这越跟我爸学呀 越觉得我以前特 特别的傻 你说我身边都放着正 这么好 好的一个师傅 以前也不好好学 就 就知道成天的成 成个兄斗个狠 还 还把自己弄残 残了 打错机了 阿建啊 支持而后勇 只要你肯学 我永远都会支持你 华生 谢谢你啊 把我阿建从漩涡里边拉出来 王伯 您千万别这么说 有件事我想求您 您无比得答应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能帮上忙的我肯定全力以赴 好 我有点急事要去处理 所以我想请王伯您 临时出任这面馆的经理 帮我把这一摊给关起来 我 是 你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在我身上坐着 这个位置你不坐了 我当然可以坐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 把这个位置暂时让给王伯吗 小同志 那是你一厢情愿 我还没通缘呢 你快起来 王伯等一会儿来了 我赶紧说说说 跟他交接一下 你跟我交接 我 老婆 你这肚子马上就起来了 我跟你交接什么 没事啊 反正我天天在家待着也没事干 坐在这儿给你看摊 挺美的差事是吧 你是未来将军的老婆 你坐这儿手套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帮我去解决点实际问题呢 什么实际问题啊 加工尼龙城的事我已经委托出去了 他们说的虽然让我比较放心 但我心里面还是不踏实 可是我又没有时间天天出去跑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人来当巡视大员 每天出去转一圈 他们做好了 你就收获发钱 好啊 这事我能干 阿梅能干 那 那我就回去接着干活了 不是王伯 不是王伯 您误误 不是这个意思 华盛啊要加工尼龙床 让我去当巡视员 我是说这事我能干 对 来王伯您坐 来王伯 别别别别别 你坐坐 王伯 坐 你坐 喝杯 来 全部都倒茶 这么一坐啊 我就感觉 这心呢 这一下忽悠一下给提起来了 这就对了王伯 坐在经理这个位置上 这心就得提个一会儿 所以你老得也没心了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也就十来天吧 不是 现在呢我还说不好 所以您得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我这老头子可打不了仗呢 我开玩笑的王伯 我是说啊 从今天开始 这面馆就变成后方了 后方稳定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在前方才能大胜仗 您说是不是王伯 你说这些道理我 我不太搞得明白 你不是就是让我 出任临时经理吗 对吧 是 我给您盯着点就是 是 紫棋 老婆 什么事啊 气泡泡呢 紫棋 阿梅要发财呢 真的 好事啊 这要下去她会超过我的 阿梅是自己的妹妹 超过就超过呗 不要让她超过 你总是和阿梅比白比许 真有意思 好好好 我可以不比 但是 发财的机会不能放过吧 对 还有在加工您龙床 好 我在街上碰见有卖的 好 就买了一张 紫棋 就这东西啊 百分之两百的利润呢 这张床有百分之两百的利润 有没有搞错 比咱们家养鸡厂的利润还多 没错 你说 这种好事我们不干谁干啊 买买买 买什么 要快 货柜终于上成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情 那 就算交个朋友吧 下次有买卖啊 我一定还找你 好 那蔡老板 我就送到这儿了 好好好 来 把这个收下 这是我给伯母的一点礼金 不不 蔡老板 你该付的钱都已经付过了 我不能再收你其他钱了 我已经都听说了 这次做生意 你一分钱都没赚 全都给了伙计 谁说没赚 这不赚了这么好的一位朋友吗 来来来 一定收下啊 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 下次我一定看望他 好 我走了 再见 再见 妈 妈 您的钱回来 一万块 您收好 哪儿的钱啊 太老了 说说孝敬那老娘家子 骗人 结账的时候我在呀 一共是五万块 三万块是周转金 两万块是伙计的费用 忙活半天了 我们一分钱也没赚 白忙活 怎么说白忙活呢 结交蔡老板这么一位朋友 而且还替妈收了一万块钱礼金 这怎么叫白忙活呢 她凭什么白白给一万块啊 我不信 我信 这钱表面是孝敬我的 其实啊 是蔡老板觉得华盛人可教 所以才送的这份厚礼 我说得对吗华盛 听听妈分析的 多在理 我也能分析啊 你分析什么呀 怎么赚钱呀 就是抓商机下大礼创奇迹 别说胜口溜 说具体点 你们慢慢聊 我呀先把这钱收起来 具体的呀 就是 我们从面馆里边 把资金抽出来 能抽多少抽多少 完了把这个钱呢 投入到尼龙床加工业 它的利润可是百分之二百啊 你知道吗 我帮你去巡视的时候 就看见每家每户都在做尼龙床 我就在想 这么好的生意别人能做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 对吧 还没啊 说实话 你借给想法 很不错吧 小同志你没想到吧 你能想到我为什么想不到 你说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这些事情不仅仅你我想到 别人也都想到 而且早就已经开始干涨了 咱们之前能成功 也就是因为抢了心 要不你以为 就凭那两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员工 他就能在十天的时间以内 造出一千张尼龙床了 你说说这之前 已经有多少人 在做这种事情了 我怎么会知道 那你想说什么呀 我想说这种事情 已经不能再干了 为什么 市场已经饱和了 这个时候聪明的人应该离去 而不是应该进去 否则的话只能笑着进去 哭着出来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产能过大所导致的结果 就是产品过剩 而产品过剩最终的结果 就是把产品毁掉 骨剑伤浓 牛多伤买 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你 你还有别的理由吗 还有理由就是 做尼龙床的人都是穷人 跟穷人竞争 这种事情我不想干 我知道了 你找这么多理由 就是为了给自己 重回面馆制造舆论 对不对啊 我不想回面馆 王博干得挺好 甚至比我当经理的时候 营业额还高了一些 我干嘛又回去 你不想回面馆 你想干什么 不知道 一个连自己明天不知道 做什么的人 还跟我讲大道理 真是 好 那明天去逛街 真的 你终于答应陪我逛街了 我又没说陪你去逛 我是说我自己去逛 你一个大男人 让自己有太太 不陪着太太逛街 你一个人逛什么呀 去寻找商机啊 就像你所说的那个 那个什么 抓商机下大力创奇迹 抓商机下大力创奇迹 你不愿意 有点有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好 你好 保罗 谢谢你帮助我的同学 这对他很重要 你太客气了 这里的风景不错 你是来这里干什么 没事 就是喜欢到这儿来走走 因为大海对面就是我的故乡 你的心里还一直关心着你的故乡的变化 当然 不仅仅因为那边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更主要的是那边住着我的亲人 对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那个民署他们要盖一个很大的五海垃圾处理厂 我就是来这里靠查一下地址 你下一步想做什么呢 还没有打算好 夜晚不再有黑暗 月亮露出了笑脸 昨天和明天都太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五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至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相见 哦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等故事发送我的脸 我就已经是男子汉 我会输 但我却还变心甘 别说我太沉静 也别怕我勾弹 我违顾 也会把眼里猜看 这些总有限 你好想我看 我没眼睁很危险 要把步验 让人翻 被逗逐尊败 又用真意才能到避寒 这世界五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至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相见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不复艰难 以为会 天塌地线 再挥手 再从头看 花儿早 开地窍边 啦 啦啦啦啦 啦 拉啦 啦啦 啦啦 啦 啦 啦